Hello 大家好 我是Sewel 這條影片其實就是想跟大家去交代一下 為什麼我最近都沒有再去做一些R6的教學 首先很感謝大家會追問我什麼時候會出新手降原教學 雖然我出了那幾集是非常難 沒錯 因為我的頻道一開始都是以一些R6教學的影片為主 所以很感謝大家欣賞我這些教學 但是我也要在這裡說一句 如無以外 我應該不會再去做一些新手降原教學 第一個原因是因為Operators是沒辦法用一條影片去教你怎麼玩 我會這樣說是因為R6有很多不同的地圖 大家都知道 而每一張地圖其實它的玩法都不一樣 假設我教你去用Letion 因為我做過Letion的教學 雖然我不太記得我的教學內容是說什麼 其實我也是簡單介紹這隻降原 都算不算是一個教學 因為根本就很難去教 但是我假設我教你用Letion 我跟你說每一支針都一定要放在門口 可以阻礙著他們 不要讓他們進入BOOM室 但其實實際上去到實戰是不是又是這樣 是不是一定要放在門口呢 我假設有一個人掉在窗外面 他很想進來 但是我們防守方其實不一定要退隊 我們慢慢拖他時間就可以了 因為時間是我們朋友 其實我們可以選擇丟針在窗底干擾他 但是我的教學其實不可能每一個情況都解釋得很清楚 而我也覺得每一隻降原的可塑性非常之高 不會說你Letion一定要放在某些位置 一定要這樣玩 我覺得每個情況都是要大家自己去變空的 所以大家可以說我怕被人挑毛病 因為我其實也有留意大家的一些評論 例如是我之前推出的一個ENP的幹員介紹 或者是教學 也有些人就說DATHA這些工具人角色 一死就團隊很大影響 你叫伸手用 又或者有人跟我說 其實毒針是明顯不適合伸手的 你放正好就可以救過 放錯了就浪費 跟毒器一樣有技巧的鬼雷都一樣 放正好就可以阻礙著一條進攻路線 雖然我不明白為什麼鬼雷可以阻礙著一條進攻路線 你打爆他就是了 不過anyway 而夾子就非常適合伸手 槍傷害高 不過寫速慢到媽媽都不認得 而且夾子放得不好 也不影響局勢 其實你這場放得不好也不影響局勢 你夾子放得不好也只是浪費了 不過anyway 重點其實不是說我要去反駁你們每一個的留言 這條影片的Purpose不是這樣 但是我想表達的是 其實每一隻角形狀的使用 其實都是有很大的爭議 我不是說我一定要因為這些爭議 而不再拍任何內容 因為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應該可以關掉youtube距離 在我反覆的思考之後 我覺得這隻遊戲實在太多不同的變數了 特別是每一隻Operators的用處 太過往復了 而說完這麼多東西 也想隨便在這裡問問大家意見 不知道大家其實在玩Rainbow期間有沒有遇到一些什麼困難 你們覺得是需要別人解答的呢? 如果你們有的話 我很歡迎你們在comment那裡問我 那我嘗試去看看能不能做一些教學出來 因為其實我個人來說 我都相信玩得Rainbow的各位 其實對於研究怎樣玩得好這隻遊戲 都是很有興趣的 而且我也不例外 而我也希望可以把這些東西去做一些教學 我歡迎大家一起出來討論 所以這次這條片呢 也就到這裡了 下條片再見 拜拜